1970年7月28日 一直由日本北海道代广警署 神圣山联合会和当地猎人组成的救援小队 进入了险峻的至高山脉 开始对山脉的中部地区展开全面的搜索 因为根据搜救队得到的消息 7月中旬有五名大学生在山脉徒步旅行的过程中 一次遭到了野兽的攻击 其中有三人已经完全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29日的上午和中午 救援队在神威九幕上的山腰处 找到了两位男性青年的尸体 死者均被剥光了衣服 肠子被拉出 脸部遭到撕毁 死状惨不忍睹 30日 队伍又在山中一个废弃的营地里 找到了第三人的遗骸 他被扯成了好几块 在帐篷里散落的到处都是 尸体的一旁有几页歪歪扭扭的臂心 上面记录着他死前最后的两天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根据幸存者的口述判断 袭击三人的生物 是一只北海道云产的雌信宗雄 每一个死者在生前 均遭到了长时间的摆弄和撕扯 但奇怪的是 所有的受害者都没有被宗雄使用 这只雄并没有将它们当作食物 而是带着某种怨恨将它们活活折磨致死的 欢迎来到三根研究所 今天我们将介绍日本四大受害之一的事件 智高山脉棕雄袭击事件 1970年 日本福岗大学候鸟部的部员们 迎来了一个特别的夏季 候鸟部是一个提倡亲近大三的大学社团 主要的部活 就是组织部员们在山里进行徒步远行 社团总共有五名成员 包括组长朱莫 副组长龙 以及三名数步没多久的新部员 五个男生都是日本的南方人 因为从来没有续过北方 又一直对那些齐续的山脉充满着向往 因此在这一年的夏天 几人就兴奋地商议 在北海道的智高山脉 开展一次围棄两只的徒步旅行 作为日本为数不多的 可以看到冰川地貌的极头山脉 是高山脉的景色壮观而规定 山区里的小径不多 保留着原始的风光 更是让它深受登山爱好者的喜爱 候鸟部于7月14日 在北海道的新德战下车 正式进入了山区 按照计划 他们将从山区北端的牙十月出发 经过13天的野外露营 最后在山脉中部的佩泰嘉里山结束行程 虽然有一定的登山难度 但好在组长逐末经验丰富 队伍在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什么问题 男生们白天欣赏沿途的风景 晚上就找地方就地露营 缓慢而有序地 沿着山间的小进行计 硬行人有说有想 一切都很顺利 唯一有点奇怪的是 他们在一路上总闻到一种很臭的味道 但检查了几次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7月25日的晚上 队伍抵达了山脉中部的神威九木山 如同往常一样搭起了帐篷 开始准备晚餐 而就在他们刚拿出了食物的时候 众人远远地看到 营地的一旁 有时棕熊在望着他们 日本本土有两种熊类 分别是生息在九州 四国 本州一带偏向南方的黑熊 以及生息在北海道一带 北方独有的棕熊 几位不远都生长在南方 对黑熊有一定的了解 但却是第一次见到北方的棕熊 这只棕熊的身高不到1.5米 比一只大狗高不了多少 样子还很堪态可取 由于对方看上去没有攻击的意思 男生们兴奋地拍了一些照片 就继续精心扎营 善儿 几个人刚坐下 就看见棕熊开始对着履行包里的东西 急震大吃了起来 正实施野外露营的第十天 队伍已经没有剩下多少食物 一旦被吃光 可能就连下山都会出现问题 情急之下 组长按照以前听说过的 在野外对付黑熊的经验 让组员们拿出收音机和锅碗 放大声音 对着熊就是一阵地敲打 总算将热头野兽给吓跑 众人在营地里架好了篝火 防止棕熊再次靠近 商议再走完了鸡店的路线号 就尽快下山 他们完全不知道 从这一刻起 自己的命运就已经被彻底地改变了 26日凌晨3点左右 副所长龙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听到帐篷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同时还闻到了一股这几天一直闻到的 非常熟悉的抽味 忙了一整天 他精疲力尽 虽然感到哪里不对 但始终都无法睁开眼皮 声音忽大忽小 然后就慢慢地停了下来 龙刚想要再次进入梦想 突然有一种巨大的恐慌感 让他猛地睁开了眼睛 透过隐隐戳戳的篝火 他看见帐篷被掏开了一个小洞 一个熊脑袋从小洞伸进的帐篷内 正在用鼻子嗅着自己 龙疯狂地大叫 所有的人都被吓得醒了过来 而就在他们准备划开帐篷逃命的时候 棕熊在外面撞了几下 突然就消失了 虽然知道熊类非常的危险 但在候鸟部的几个男生 以往对黑熊的人之里 除非是少见的食人熊 这种动物在大多的时候 并不会轻易地攻击人群 这时棕熊完全不怕篝火 还会趁着晚上钻帐篷 而最让他们后怕的是 棕熊留下的臭味 与前几天他们在山间闻到的味道非常相似 这只熊很可能在几天以前 就已经在尾随着他们 他们完全不知道对方想要干什么 二十六日早上五点 那是棕熊 又来了 他比之前更加的大胆 就像是进自己家一样 大摇大摆地开始吃行李里的东西 这一次 收音机与敲打都完全不起作用 棕熊还恶狠狠地瞪着他们 几人只能赶紧逃离了帐篷 旅游时用的相机 穿的衣服 下山时需要的食物 全都留在了营地里 这时他们有两个选择 一是什么都不要 五个人一起下山 二是派出两人下山求救 其他的人则等棕熊离开时 去取回相机等重要的物品 组长竹墨云起人商议一号 最终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早上五点 副组长龙带着一年级的合员 下山进行求救 两人一路南下 一直没有遇到人影 直到早上七点吃饭 他们才在山腰的附近 看见了一队与自己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这对总级时任的队伍 全都是本地北海粤友会议的生员 在听到两人的描述好 他们就惊恐地说道 自己这组人马也是遇见了棕熊 因此正在迅速地撤离 北海道棕熊的攻击性极强 而且非常的激少 一旦招惹 很可能会不死不休地追着人走 好在他现在还只是想吃行李里的东西 没有将人看作食物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北海粤友会的学生们 建议两人与他们一起下山 龙与合员在听到以后非常的害怕 但想到不能丢下自己的三个同伴 就委婉地拒绝了对方的提议 眼见说不动两人 北海粤友会只好给他们留了一些食物和燃料 并承诺会尽快地带人回来帮忙 龙与合员回到营地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三点左右 趁着棕熊不在的空档 留下的几人取回了一些屋子 正在一个空旷的山极树休息 两人刚刚坐下 还没有来得及说明情况 几人就看见 那只棕熊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 抱着他们刚刚取回的旅行袋 又开始啃了起来 边啃还边盯着他们 忙了一整个上午 旅行代理的食物又被抢走 而且这只熊就像是把营地当食堂一般 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想到北海粤友会对棕熊的描述 下一步可能就是把人类当作食物 几个人再也不敢斗聊 立刻朝着山下逃离 下午6点30分 五人逃到了山腰附近 正是山里已经渐渐地黑了下来 没有食物和饮水 组员们又饿又累 但值得高兴的是 他们已经走到了先前遇到 北海粤友会的地方 只要继续往前行走 应该就能碰到人去 而就在这时 他们突然听到了声号 传出了一种非常熟悉的鼻息声 既然浑身发抖地转身看去 只见到那只棕熊 正一摇一摆地走在后面 在日版 虽然黑熊与棕熊都有大量的商人记录 但两种熊类的习性却有一定的不同 对比相对胆小 容易被人群吓走的黑熊 棕熊无疑是一种攻击性更强 更狂暴的动物 棕熊十分地记成 而且对食物有一种极强的执着 一旦他们咬到了食物 就会本能地认为这是自己的猎物 任何试图抢走的生物 都会被他们认定为是竞争对手 会想尽办法杀死对方 几位男生并不是他 从第一次遇到棕熊 他们用收音机和过往下走对方 将食物拖回帐篷开始 就已经成了棕熊的死敌 这只熊不是在跟着营地里的食物 而是在一直跟着他们 看到再次出现的棕熊 精神达到极限的无人 开始崩溃的四散奔逃 然而只逃出了不到一百米的距离 一年级的何元就被轻易地追上 棕熊咬住他的腿 将其掀翻在地 拖着他在原地转了几圈 就消失在了一旁的树林里 听着山区里回荡着的 何元绝望而凄惨的叫声 剩余的几人被吓得魂飞泼散 一直逃出了几公里的距离 才精疲力竭地停了下来 除了被熊袭击的何元 他们发现一年级的圣男 也在逃跑时走散 队伍只剩下了三个人 更糟糕的是 他们无法确定当前的位置 已经完全迷路了 山区里的温度 在夜晚急剧地降低 没有上跑 几人只能抱着团休息 歇了一会儿好 组长竹墨渐渐恢复了离职 他安抚两名已经几乎有些崩溃的队员 帮助他们振作起来 并对两人说道 虽然无法确定当前的位置 但他们一路都在下山 到现在已经走出了 至少十几公里的距离 只要继续顺着小河行走 相信不用太长的时间 就能到达人群聚集的地方 7月27日凌晨5点左右 日高山脉的中部 出现了大雾 雾气铺天盖地地覆盖了整个山区 周边的可见度不到三米 三人商议趁着大雾天气的掩护 继续向山下移动 然而 才刚刚走出了15分钟 他们就看见眼前大约2米的位置 有一头棕熊站在哪里 或许是对自己的决策事务 和对死去队员的自责 组长竹墨让两人赶快逃跑 然后自己搭脚着 去吸引棕熊的注意 他刚叫喊的亮声 就被一爪拍翻在地 棕熊丝毫不在意剩下的两人 脚出他就在地上晃来晃去 看着眼前的场景 早就被吓破胆的两名同伴 疯了似的就朝山下逃去 一路上 两人隐隐约约的停检 竹墨淒烈的叫声 可一步都不敢停下 不知道跑了多久 两人在山下的树公里处 发现了一个正在修筑的大把 下午1点 他们逃到了这里的施工现场 终于成功获救 7月28日 当地政府和猎人组成的搜救队 对三名失踪的人员 展开了全面的搜索 分别在29日和30日时 发现了河远 竹墨 以及在途中走丢的圣男的尸体 日高山脉的棕熊袭击事件 一夜之间就轰动了全国 三位大学生的死亡让人通行 更重要的是 经历了这些残局 日本政府和公众开始意识到 以往很多对棕熊的了解 和对北海道一带景区的管理 很可能存在非常严重的错误 根据一些野生动物专家在后来的分析 造成后鸟部学生遇害的原因 主要有四个 第一是组员们反复多次的 抢回了被棕熊占有的旅行带 这直接导致了棕熊将他们视为了竞争对手 最终亮成了悲剧 第二是在众人第一天遇到棕熊时 没有直接选择下闪 而是缤分两路 去取回相机等物品 错失了最佳的逃生时机 第三是在逃跑的时候 部员们被吓得四散奔逃 在奔跑速度远超人类的棕熊面前 这不但不会起到作用 反而激起了棕熊捕猎的本能 反射性地对他们进行了追击 第四是活下来的三个人 选择再有大雾的天际书法 棕熊的嗅觉是猎犬的七倍 根本就不会受到雾气的影响 每一次 几个男生都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可因为对棕熊习性的不了解 最终造成了令人扼玩的结果 7月29日 当地的猎人将事件底的杀人熊击毙 他被取出内脏做成了标本 直到今天 也在至高山脉的山岳中心里沾满 正是雌熊的高度不到1.5米 长度大约在2米左右 很像是一只大型的猎狗 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 为什么在第一次见到棕熊时 几位大学生会这么没有戒心 然而 无论大小如何 神内真正遭遇这种猛烧的攻击时 会有多么的绝望 或许只有当事人才能明白了 7月30日 救援队在发现走失的盛南的帐篷里 找到了一份他的鼻气 还原出了他在离开大部队一号 所遭遇的事情 云南盛南在逃跑的时候 不慎掉入到了一个低谷中 苏醒过来后 才发现身边已经没有其他人 他一路逃亡 最终在山遥处 找到了一个 由北海乐游会留下的飞机营地 因为实在太累 就在这里停了下来 以下 就是在他的笔记里 记录的最后的内容 7月26日 天已经黑了 四周什么都看不到 我在帐篷里找了一个睡袋休息 但风和草的磨缩声 让我无法睡着 不知道另外的几个人怎么样了 明天应该离开这里下山 还是该就在这里等待救援 我好怕 好想回家 7月27日 昨天晚上 我不吃不觉睡着了 今天我在帐篷里发现了一些米饭 准备先做几个饭团 等天再亮一点就下山 我总有一种感觉 熊很可能还会回来 必须要抓紧时间 早上六点 天哪 那只熊又来了 就在帐篷外山上的吉米处 我不知道它发现我没有 我好害怕 谁能来救救我 外面变得好臭 我也变得好浓 最后的几行字 格外的潦草 已经无法阅读 而它的笔记到这里 就结束了 我爱你 我爱你 有啊 我爱你 我爱你